我们来换一个焦点 一根树的成长在于它往下砸根 一只枝子的成长在于它向上接果子 基督徒生命的意义在于它爱神 基督徒生活的目标在于火处上帝荣耀的形象 那在追求着这意义和目标的时候 我们在生活上也可以操练磨刀不误砍材工 今天要跟大家磨的这把刀是修习的刀 修习或者是慢下来是想要走更长远的路 那我们就必须要懂得好好地照顾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身体 现今有很多的人都在盲乱追赶之中 要修习真的是很难 但是是真盲还是盲目的盲呢 在白度还真可以找到一个这样的词 假盲足 False Busy Family 让我来引述其中的一段 他说职场中一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在同事或领袖眼中的形象 用装盲表现自己工作努力 还有一些人是盲目的盲 盲碌但没有效率 这两类人被人称为假盲足 盲碌的生存哲学 本质上来说是为了自己在别人的眼中的形象 若是自己不盲的话 仿佛是可耻的 是没有上进心的 或者是失去价值的 电话里面问候他说 你进来好吗 他的回应是 忙呀 真有这么多好忙不完的事吗 假盲足一般是处于一个心理状态 要领导认为他的工作是很努力的在做 或者是要自己看起来很忙很有用 其实所做的实际工作非常的少 对公司的推进作用也很小 我认为工作效率高的人 真的是会很忙 能者多劳 但是这个假盲足 跟假盲足的不同是 他们不会拿盲来做口头禅 或者是借口 有智慧的人 他们会把任务做好 第一 他们多半是在忙 重要但是不紧急的事 时间都是要来做重要的计划和决定 或者是计划一些的预约 第二 他们是忙而不乱 就算是乱 也是乱中有趣 能把工作安排的紧紧有条 更重要的是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第三 这类的盲人 他若是约了你 他就会为你而忙 因为他会给你精心此刻 慢下来 不一定是放下手中所有的工作 慢是希望可以提升那个感受力 慢下来是希望可以加强体验的能力 慢下来是能够让自己能够更敏锐的对身边的人和事有适当的回应 还有慢下来呢 意味着增加片刻的空隙 就好像慢动作拍摄延长实际动作 slow motion 定格了动作的过程 让时间慢下来 使画面更清晰 看得更准 这片刻的空隙 也能够让自己感受到独处的宁静 还有慢下来 让我们的身心灵有更多的歇息的空间 让心可以去感受大自然的奥秘 让耳朵可以去聆听大自然的呼吸 让眼睛可以去射取大自然的浪漫之光 我们要懂得忙里偷写 让我们的工作知识和技巧提升 工作效率就会提升 让我们懂得充电的重要性 所以知识非常重要 第二 要有足够的睡眠 运动 要活得充实 要有明确的目标 要有足够的睡眠 当你有足够的睡眠的话 你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你就会特别的精神 那你做起事来 就会做得特别的有专注力 那你说忙 慢不下来 怎么办 向上帝请 以赛亚书用比较严厉的这段话 他说你停不下来是因为你不肯 是因为你不肯 以赛亚书30章15节 我们这里有好多人都很喜欢这段经文 主耶和华 以色列圣者诚如此说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你们仅致不肯 在以赛亚时期 犹大国正面临着大难领头的时候 西西迦王他宁愿投靠这个埃及 也不愿意顺服和信靠耶和华 会拯救他们 上帝要他们安息 得着平安 但是他们竟然不肯 以赛亚书40章29节 疲乏的他吃能力 软弱的他家力量 以赛亚书40章31节 但他等候耶和华的 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阴展翅上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在新约 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 主耶稣说 凡劳苦当众担的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心里就必想得安息 因为我的耳是容易的 我的单子是亲神 这些都是上帝所发出给你的邀请 使我们得安息的方法呢 有在主礼里面的 祷告 默想 查经 灵修 参加主日崇拜 这一些 看来好像不是很重要的 你不祷告你还是可以活下去 你不查经 你明天还是照样的可以办事 你不灵修 很多人都不知道 但是若我们没有在这些事情上下苦工的话 若我们没有把这些当成是essential的话 那我想我们的生命是朝向枯干的方向 所以忙碌的大家 我们学习 把我们的步伐 慢下来 我相信我们是能够做得到的 因为我们是可以 透过一些的知识 使用一些的技巧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忙而不乱 忙 但是心又能够静下来的 一个知会人 今天的总结是 磨刀不误砍财功里的阿德 自从得到阿财的指点后 他就勤奋磨刀 所以砍的财也明显的增多了 跟着收入也多了 生活自然也比以前富裕了 这就是谦卑受教带来的正面结果 在日常生活中 愿意谦卑的做出一个小小的改变 就能带来大大的收获 知会向我们招手说 爱我的 我也爱他 恳切寻求我的 必寻得见 上帝赐福于您 愿知会与您同行 请不吝点赞福于您 请不吝点赞福于您